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們前來國際中心的主播 Duhi加入我們 Duhi早安 宇如早安 宇哪晚安 各位觀眾朋友早安 這幾天很多投資人 高度聚焦的 應該就是AI晶片龍頭 揮答 因為台灣時間 明天凌晨 就要發布他們 2024的第一季財報 而受益相關的 強勁增長需求 在AI的部分 所以大家都預期 是不是又會創下新高紀錄 對 我覺得現在 真的要入場了 要趕快 但是真的很貴了 真的很貴 對啊 現在AI的潮流 真的是勢不可擋 那揮答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領先地位 也是穩如泰山 其實如果我們看到 上一季財報 在公布的當天 揮答的股價 就飆升了近10% 所以大家就在猜 這一次的財報 會不會又是 再度的神助攻 因為剛剛 美股收盤的時候 現在已經是來到了 953美元了 所以明天 是不是很有可能 會直接飆破 四位數大關 也就是破1000美元 大家都非常的關注 沒錯 大家都一直關注 而且它的股價 真的持續的上漲 至於大家就關注的 當然就是回答 執行長黃仁勳 他的商業模式 非常有一套 積極要把灰島 打造成不只是 硬體的供應商 而是要提供 最優質的AI晶片 頂級的網路設備 軟體 還有綜合方案的供應商 對 真的覺得 黃仁勳 他應該不只是 科技奇才 也是一個商業精頭腦 像是他520的時候 就宣布了 要和電腦大廠 戴爾來合作 要把AI的能力 直接要帶去到世界上的 每一家公司 在每一個企業 還有組織當中 都可以來創建 屬於自己的AI工廠 那這樣其實又能刺激 大家對於 灰達產品的需求 那就讓灰達呢 可以繼續在晶片市場 保持主導的地位 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馬上就要帶您來關注 作為標普500指數當中 市值第三大公司的 灰達呢 即將呢 就要在美股明天 5月22收盤之後 也就是台灣時間 明天5月23號的 凌晨公布財報了 那市場真的是 屏息以待 因為呢 灰達的財報 被認為是 標普500影響 最大的財報 那當然也就是 科技股後市漲跌的 重要指標了 其實我們看到 灰達的股價 從2024年初以來 已經上漲超過95%了 雖然說在4月19號的時候 一度來到低點 760美元 不過現在是 已經反彈超過20% 那幾小時前 在美股收盤的時候 就已經衝到了 953美元的新高點了 所以明天到底 會不會直接突破 1000美元呢 其實現在外資 是已經喊出了 1230美元的目標價了 那在過去三個月 42位分析師當中 就有40位 直接就給予 揮達強力買入的評級 那剩餘兩位是建議持有 總之不管怎麼說 揮達呢 在第一集 應該都是會被再 再度登頂的 我認為 回答真的是碾压群雄的怪獸股 甚至还有分析师认为 其实股价是被低估的 那我们纵整不同的预估 回答在Q1预计的总收入 大概会是240亿美元上下 同比增长了234%以上 那美股收益预计会是在 5.52美元左右 以上一个季度的4.55美元来比 是大幅增加了406.4% 那现在其实已经实现 同比409%的惊人增长的 数据中心业务 预期会再度的创下新高 那总体而言 回答盈余收入应该会是去年的5倍 而营业收入会比之前一年是三级跳 直接就是贡献了 标普500Q1盈余成长的三分之一 那不过除了这样不断攀升的数字 投资人当然也会再问 这样的势头是不是有续航力 那到底是可以维持多久呢 而会影响续航力的决定因素之一 其实就是黄仁勋呢 他在三月的时候有公布的这一款新晶片了 那这个进度的发展呢 就会影响到续航力的发展了 那这款Blackwell AI晶片在上市的时间 可能会是在今年的12月中 所以也就必须观察啦 在这个新晶片上市之前 回答的成长会不会放缓 那另外一个决定因素呢 当然就是市场需求了 不过现在当然是一片看好的 毕竟AI投资军备竞赛是已经风风火火的展开了 像是Google 微软还有Meta 这些科技巨头都已经说 今年投资AI的规模会非常的大 像是Google就规划 每一季都要投入120亿美元 来建设新的资料中心 微软也说啦 最近一季的AI投资是高达了140亿美元 未来都还会再持续加码 我们看到数据公司FactSet也指出了 今年的AI投资 是有可能会比去年成长26%的 那这些投资当然也就会大幅增加了 市场对于回答晶片的需求 那另外如果AI相关的软体服务 或是手机跟电脑等等的终端运用 普及加速的话 对于回答当然是更加加分的 那不过虽然短期的上行 看起来是非常有吸引力 但是长期而言 下行的风险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看起来的预线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位分析师所说的 回答的对手恐怕就是来自自己的主要客户了 像是亚马逊 还有Google都在开发自己的AI晶片 那更不用说像是AMD 还有英特尔这些老牌的晶片制造商 其实也都是蓄势待发的 那这些科技巨头的AI晶片研发 如果成熟上市之后 就可能会扰乱回答在这个AI生态系统当中的独霸地位 那另外美国最近对中国的AI晶片出口限制 也有可能会改变市场的格局 毕竟中国市场就占了 回答收入的将近四分之一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潜在风险 也就是供应链 如果供应链中断 当然也就会影响到回答了 现在回答的主要晶片制造商 也就是我们的台积电 其实最近宣布产能限制 是有可能会限制到 回答短期内的市场供应能力的 那换句话说 其实美中关系 还有台海局势 这些地缘政治因素 其实也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回答 那黄仁勋本人其实也直白表示了 台湾是备受依赖的科技供应链核心 好无论如何啊 其实我们从回答呢 可以看到AI势头真的是旺旺旺 那黄仁勋自己其实6月2号就要再度来到台湾 会发表演讲 到时候的主题也会聚焦在AI生态系统的下一步发展了 那我们看到AI就像海啸一样 正在剧烈冲击全球的劳动市场 也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样态 资产会计师事务所呢 在昨天5月21号就公布了一份名为 2024全球AI直缺动态调查报告 那在这份报告里面内容就指出啦 最有可能使用AI的行业 像是金融服务啊 还有资讯科技的领域呢 员工生产力的成长幅度 是其他行业的4.8倍以上哦 那这样子的AI崛起呢 其实就很有可能可以帮助一些国家 突破生产力成长低落的常态 也有可能可以来促进经济成长 提升薪资还有生活水准 那如果以个人薪资而言呢 如果是非AI技术职位的人 但是自己又额外具备AI的技能呢 薪资成长幅度平均呢 是可以达到25%的 那其中呢 如果以美国为例的话 薪资成长幅度最高的是 资料库设计以及管理师 是高达了53% 那接下来看到的是律师 他的成长幅度可以来到49% 那还有呢 像是销售与行销经理呢 也是有43%的 那这份报告其实也指出啦 AI技术职群呢 从2012年以来就已经成长了7倍了 其实就是早在ChatGPT问世以前 AI的职缺成长速度呢 已经在2016年就超越所有的职缺了 不过说真的这样的势头 当然是也有很多的风险 那也已经有出现很多侵权的纷争了 那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ChatGPT啊 最近是又引发争议了 OpenAI是在上个星期发布了最新的聊天机器人模型 GPT4O 用户呢是可以直接呢 跟这个机器人来对话的 机器人会马上来做出回应 不过呢 这个模型啊 有五种合成语音 其中有一个叫做Sky的女生的声音呢 大家都觉得 天哪 真的好像好像就是好莱坞女星 史嘉蕾乔寒森的声音 听起来是难以区别的 我们现在就先来听一下Sky的声音 确实好像真的是有类似 史嘉蕾乔寒森那种特有的沙哑声音 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乔寒森本人的声音 一起来比对看看 自己是真的觉得还蛮像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呢 那之前呢 有一部电影叫做云端情人 那剧情里面 其实男主角爱上的 就是由乔寒森配音的虚拟助理 那在OpenAI发表这款新模型之前呢 执行长奥特曼啊 他就在他自己的社群媒体 X发布贴文了 那贴文只有一个字 就是her 那这个her呢 其实就是云端情人的英文片名 所以乔寒森就说了 这根本就是在暗示了 这个语音是故意呢 要来模仿他的声音 而且之前其实奥特曼 确实是有两度邀请他来 为聊天机器人提供音缘 不过乔寒森是都婉拒了 结果现在啊声音一出来了 就算OpenAI说是别的女演员的声音 也没有要来模仿乔寒森 可是我们刚刚也听到真的是很像 所以呢这就惹得乔寒森非常不高兴 那律师团也已经发含要求OpenAI要厘清开发细节 OpenAI现在是先暂停使用Sky了 那其实就像乔寒森所说的 这30年来呢 世界的变化是很大的 那现在呢 为了自己的形象啊 作品还有身份 还必须要来跟声味科技搏斗 那另外其实国家政府 也正在努力呢 要在严加控制 还有自由放任 这两种AI安全控管的策略当中呢 要取得平衡 AIが 미칠 수 있는 악영향을 취소화하고 우리 사회의 안녕과 민주주의가 훼손되지 않도록 AI의 안전성을 확보해야 합니다 이러한 점에서 영국 미국을 비롯한 주요 국들의 AI 안전 연구소 설립 노력을 환영합니다 英国跟南韩呢 共同举办了 第二届全球AI安全峰会 是在昨天展开了 那在这一次的峰会召开之前呢 就已经有包括像是 OpenAI啊 亚马逊 Google 还有Meta 以及马斯克去年创办的XAI 还有微软 IBM 以及三星电子等等 总共有16家的AI科技企业呢 其实都签署了一份安全承诺 这份安全承诺的内容就包括了 不可以发展或是部署安全风险 无法获得充分缓解的AI模型或系统 并且要建立可以供问责的 安全管理架构 还要向大众揭露 各个企业对于前沿 AI科技安全的应处策略 所以这些企业也都会再来 各自发布AI安全框架 向社会大众说明 未来将会如何来测算 自家前沿AI模型的安全风险 包括如果遭到恶意行为者 滥用的风险 以及各家企业 对于安全风险的最高容忍 极限到底是到哪里 那如何可以来确保 AI模型的安全风险 不会超越这样的预设门槛 那总之我们可以看到 AI浪潮是一波又一波 从个人到企业 再到国家政府 其实就好像在冲浪一样 非常努力的要来平衡 站上浪头的高峰 但是同时当然也是要非常小心 不要就被大浪卷走 或是直接就被淹没在海底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 全球大头条 我是Duki 请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还给于如